总统赖清德来到基隆登上海军131舰队下辖的陀江级巡龙舰 了解船舰设备与执勤状况 这是我们国舰国造的高效能舰艇 具有逆中性 航行稳定性 还有区域航空火力 让我们的国防实力更加提升 近期两岸情势升温 政府也为了提升国防战备效能促进城市发展 近几年来努力推动基隆军港西迁 相关工程也如期执行 目前相关工程都按照旗程确实在执行之中 也将陆续完工来落实国防基隆港 基隆市三营的目标 总统训免海军131舰队也颁发单位加菜金 表示所有的官兵都是重要的国防力量 期许国军秉持中意军风 守护海家安全 东西区的郑中心综合报道